这个好像听上去还真是挺不错的 可是您真的有没有实际的试过 有没有拿它去钓过鱼啊 我们还没有试过 正好我们现在需要在鱼缸的环境下 试试一下 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行 那我们就找个鱼缸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把鱼缸里的鱼给它钓出来 好 好的 第二天 刘翔刚准备好了鱼缸和鱼 准备和记者一起对钓鱼船进行第一次模拟测试 是鲸鱼 好嘞 小心点 小心点 你一个个的拿 你太厉害了 两个都拿 我们将准备好的鲸鱼逐一放入鱼缸 接着 刘翔刚的自动钓鱼船也被放了进去 在小小的鱼缸里 钓鱼船看上去像是个庞然大物 根本无法施展 刘翔刚给记者讲解了钓鱼船的操作 咱这边有几个案件 比如说咱现在往前走 原来自动钓鱼船是通过无线遥控来选择船在水面上钓点并进行控制 再采用一个自动报警装置 来实时将鱼上钩的消息传回岸边 方便人工随时收船 模拟测试环境准备完毕 接下来刘翔刚开始给鱼钩挂耳 这个就是专门来叫鲸鱼的 那咱们把这个挂上 刘翔刚将鲸鱼专用的耳做成几个小团 分别挂在六个钩子上 看上去十分美味的鱼饵 实际上是一个个糖衣炮弹 那么这些小鲫鱼一会儿到底会不会上当呢 接着上鱼饵钩 鱼与船的较量即将开始 果然鱼饵将所有的鲫鱼都吸引了过来 看样子钓鱼船这次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守在一边静静等待 一只贪吃的小鱼接近了诱饵 一边观看的刘翔刚这一下 可以说是喜上眉梢 接近了 更接近了 我们紧张地等待着 结果小鱼只是在鱼饵附近徘徊 始终不肯上当 而在这时其他的鱼也开始渐渐地转身离去 可是又等了很久 鱼饵也开始渐渐融化 而鱼缸里的小鱼依旧游来游去 始终对鱼饵视而不见 为了给捕鱼创造一个更安静的环境 我们决定站在远处观望 我看这个鱼饵完全不破坏了吧 不行了吧 这个状态鱼就不会再咬够了 钓不到鱼了 鲸鱼虽然不吃食 但是我想换下这个鲤鱼 再来试试一下 刘翔刚告诉记者 鱼种不同 咬食的习惯也不一样 于是他将鲫鱼尽数捞出 换上鲤鱼 新的耳料放到水底 我们又一次蹲在鱼缸前等待 漂亮的鲤鱼在水中游来游去 自由自在 可就是对刘翔刚的耳料 不感兴趣 终于耳料又一次化掉了 你看这个鱼钩现在又露出来了 相对于这个鱼饵全都化开了 应该是不可能了吧 对 现在没有几乎再咬过了 我觉得看来咱们这个寸室不失败了 一切都是精心准备 然而钓鱼船无故失灵 一无所获 这让我们十分不解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刘翔刚想起自己的一位朋友李柏仪 钓鱼经验十分丰富 于是赶忙请她过来 不一会儿 李柏仪匆匆赶来了 面对鱼不咬沟的情况 她会说些什么呢 这鱼你什么时间放进去的 我刚放了几个小时 哦 那不是 这个鱼嘛 你刚放进去 它肯定不会有这个难 一换它的一个生活环境 它不会吃水的 那也就是说 不是咱们这个船的问题是吗 我们这个船肯定没有问题 我们后面还有个池子 我认为在池子里边 它肯定能钓上了鱼来 为了更准确地验证钓鱼船的性能 我们来到屋后的水池 李柏仪也跟了出来 这个里面的鱼养了多久啊 一个多月 现在它这个里面有几十条鱼 放进去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您觉得如果说它这个钓鱼船好用的话 这个鱼会咬沟吗 鱼池里面五月 一礼拜一个星期 这个鱼过就可以 就可以咬沟了 好 那咱们就试试看 好 咱们放进去的话 有什么办法可以观察到 它在水下的情况吗 我们准备了一个摄像头 水下的一个摄像头 它模拟鱼的这样的一个生态 就是为了防止鱼怕的摄像头 就把它放在咱们的鱼沟上 然后把它做成鱼的这个形状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鱼害怕 刘祥刚将鱼眼摄像头 安装在钓鱼沟上 接着 它将一台水下摄像机放入水中 通过屏幕 我们看到了水下游动的鱼群 没能看见鱼 它这个可见度还是挺不错的 您觉得一会它能钓上鱼吗 我觉得它肯定钓不上来 那我们不信 我们可以试一下 试试 来 没问题 一按摇控器 船平稳地向水中央驶去 我们在岸边通过监视器 查看水里的情况 我们看这个监控里面 能通过刚才我们放下去的摄像头 看到这个鱼饵 一切正常 我们在水池边静候加音 这时记者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看这个船 刚才我们开过去的时候 是在这个水池的中间 现在就是有点起风了 把它吹到一边去了 现在这个船 就是目前这个状况 它是随水流飘动的 那可是如果它总是 随着这个水流飘动的话 比如说本来我们觉得 是这一块有鱼的 它飘着飘着飘走了 会不会就飘到一个 没有鱼的地方了 这个完全有可能 就是一个运气的问题 它还是有机会能钓到鱼的 站在一旁的李柏仪 此时也看出了问题 鱼饵到鱼饵得太快了 一会就化了 原来刘翔刚的钓鱼船 不能够在指定的钓点固定 总是在水面上漂浮移动 这样不仅会使船 无法准确靠近鱼群 并且会使鱼饵 在水中的融化速度加快 这样一来 钓鱼船捕鱼的难度就加大了 那么这次 它究竟能否顺利捕鱼呢 大家等在池边十分焦急 李柏仪 已经忍耐不住 回到屋里休息 日落西山 水池边就只剩下了记者和刘翔刚 在胡胡守候 就在这时 水池里似乎有了动静 这报警了 是上鱼的意思吗 对 已经鱼咬钩了 鱼咬钩了 是 太好了 那现在我们接下来是应该把这个船 遥控到岸边还是要收线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遥以后的鱼 让它鱼累了 我们再把它遥控过来 刘翔刚似乎感到了 咬钩的鱼分量不轻 他将船在水中开了好几个来回 以此来消耗鱼的体力 对于这一次的战利品 他十一分期待 首次上鱼 二人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大脚 那么 即将收获的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鱼呢 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一条什么鱼啊 好 诶 鱼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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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一只鞋 怎么是一只鞋啊 我还以为是鱼呢 怎么会钓到一只鞋呢 你这个船 我觉得应该这个 刚才这个船在动的时候 这钩也随着动 那么正好挂到了鞋了 它就模拟出了一个鱼咬钩的信号 就它挂住了 然后相当于瞪了一下这个线 这个船就以为有鱼咬钩了 嗯 应该是这样的 这还是一个问题哈 如果你这老是动的话 那如果就不是鞋 这有别的什么东西 全都能给它钓上来了 那也有可能 没有想到 期待了大半天 钓上来的却是一只 湿淋淋的运动鞋 看来 无法在水中固定位置 对于钓鱼船来说 绝对是个致命的问题 不过 有了上次的教训 刘翔刚这一次 不敢再大力了 哎呀 中鱼了 哎呀 哎呦 鱼呢 哎呀 我刚才明明看见这个鱼咬钩了呀 那应该是刚才鱼脱掉了 刚才我们收线的时候慢了 就是说咱们这个人工收线 还得还得还得快 是吧 如果慢一点的话 它这个鱼就有可能跑了 对 就突然锅了 夜幕降临 空空的鱼沟 意味着我们今天一无所获 刘翔刚有些灰心 将船放回水中后 就一直蹲在水池边 闷闷不乐 连船溜到水边也浑然不觉 最后 李博仪对今天的失败 进行了冷静的分析 第一个吧 它这个船的不稳定 第二个 今天的天气也是有关系 那这怎么办呀 咱们这也钓不上来鱼啊 那我们回去再改一下 把它改得更加稳定一点 回去以后 刘翔刚对自己的钓鱼船 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改进 他在钓鱼船上增加了一个自动起竿系统 和一个自动收放锚定位系统 这样就解决了上次测验中出现的人工收干脉